這樣說 你想你們在樂團圈裡面 有有人對你說 我們要說政敵 對社會議題 比較接近 那就是比較關心 甚至是參謀 有其他的國團 對你們發表一些就是 要跟你們招也好 跟你們押也好 有啦 招一定有 因為 任何事情都一體兩面 是 我們有我們相信的事情 一定也有一個人 可以看到 這就是民宿多元 這就是民宿多元 所以招的一定有 都跟你招什麼 招 招綠區啊 招1450啊 或是政壤啊 我也用招過1450啊 我說1450欠我會對 1450欠我會對 你看我這麼沒有 對不對 沒有 就是跟你說 你說美金 美金 美金你也請我賣掉啊 對啊 沒有 就是招一些 我是覺得說 其實對我來說 這都是學習啊 就是 你愛知道民主的真諦是 在一個地方尊重的基礎之下 不斷的變 不斷的辯證 跟不斷的去溝通 我覺得 那時候我第一位小孩已經出事了 我所感到的是 政治這個 它有一定嚴肅性的事情 被娛樂化太嚴重了 那個娛樂化變成大家好像都在看笑話 然後比這是 好像要選比較好笑的人 不是要選擬 做事情 不是要選靈烈 這就是覺得 我覺得很恐怖 很恐怖當然就有一種焦慮 那時候大家在說 王國港 王國港 我覺得 對我來說是做 很 很實際存在的一種焦慮 而且對我來說它很巨大 所以那時候你會覺得說 整個社會的風向 又包含假訊息 假新聞 整個媒體的生態 你覺得是一種無力感 所以 那時候其實是非常憤怒的 那時候 會滾就對了 對 會滾 那時候在台灣開場在演出 我其實出發點是說 大家要記住英文 我們要記得台灣有今天的民主 那是過去 關了多少人 死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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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青春 火關完了 對 你說老火老地的 對不對 誰沒有百萬人 比較多 對啊 沒死的 死的就不知道算不出來了 對不對 這個台灣的社會 在這前輩的打拚之下 可以進步得更長 我們不可以跟黨罪笑 不能當兒戲 對嗎 我們不可以把他這樣子揮 揮霍掉 所以那時候憤怒表演到一半的時候 那時候剛才柯文哲說什麼 就像同性婚姻的那個反對票的事情 還有韓國優待到香港去 進去中聯辦 我的意思是說 大家要看到這些事情 我們還有很多事情可以 憤怒 我們還不可以放棄 我本地就是粗魯人 所以那些國罵什麼的 都黏在後面就出來了 其實是這樣 是語助詞無異 憤怒的這種發育詞 但是 因為我沒記得我在台上 但是很多人應該逼你道歉啊 很多人應該去逼你得到欠啊 要發育詞啊 我不能為了這個發育詞 我如果要發育詞 是要跟我們爸爸媽媽發育詞 因為我一個不小心 去這些粗魯尾 去讓他們可以見鋒插針 去尼克我的本意 我如果去奧陷宮不夠用 去誤會到爸爸媽媽不夠 我對他們比較抱歉 那那時候應該很多網軍就衝過在那裡 當然啦 但是我對我的憤怒不感到抱歉 因為 其實你說 招牌位比較嚴重 還是做那些 做牌台事比較嚴重 做那些牌台事比較嚴重 我覺得他們都沒得到欠 我是怎麼得到欠 對 阿家家你不要聽我的音樂 對啊 這我們常常遇到啊 對啊 威脅我要退訂 對啊 你很重要嘛 對啊 我六十八萬八的粉絲團 對不對 你幾歲 對 但是那時候應該是網軍就用過在那裡 對啊 開始撤 開始嚇 開始洗 對啊 就出征了 但是那件事我也有學到 我是覺得說 因為我們剛才說到水冷 我覺得這也算水冷的一部分 對啊 所以我現在比較不挑起診斷 原因是 我這幾年很幸運 參與到 吳念珍的局團 真好嗎 白頭 對 我給你看的啊 我給你看的啊 我在五十 他們那一段全部的 心想看到的是 他們都用作品在說話 他們都用作品在替台灣說話 是 所以那是我學習的 我覺得 從那個後面我就覺得說 好啊 有什麼本書就 寫得更厲害的歌 把這些力量 更是共鳴 把這些力量 去 去憲法所有 跟我們立場一樣 這樣說的才會膽 對 你如果說 你如果說今天又說一句 有什麼 他們不高興 來給你煎 你再花時間給他們煎 每天在那邊煎麵 每天在那邊煎麵 就脆弱了而已 我最後就比較不一樣 你大家說 第三個喔 嗯 你是什麼 想要實際越多的朋友 沒有 一開始我讀 氣管室 是 我們 我們家的人希望我讀 做生理 對 做生理 好 後來氣管室 經濟 經濟 聽不懂 學家又越困難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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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次都想要教學 這個人 買的時候 看起來也不行 就 第一學期是退學 對 退學還是轉世 退學 退學 得意 我好像自己辦退學 因為那個是 太不幸福 是 退學後 當然 開玩了半年之後 不對喔 怕會收到冰團 因為那時候很專注在 在削歌 在唱什麼 在唱樂團 當月啊 對 最後想說 好像不可以 冰團來了 樂團就停了 團員團員都在打這個 如果要捏一個氣就 就氣了了 不然再想看看有什麼好打 再來打一個 然後我想說我削歌的人 沒有來討論一下 討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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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時候 中央是家裡 對我的人生規劃有些循環 因為他們很好很好 很照顧我們家的好朋友 他們做的工程 希望說 可以財財我去國外拓 回來 來自己他們的公司 來盜這個 是 那是非常好的條件 沒錯 要花錢 讓我去國外拓 有金錢 回來還有 好貪貨 保證就業 保證就業 對 保證就業 那當時我們爸爸媽媽一直幫我贏 其實我也想說 真的覺得不會不錯 我去想像說我在歐洲拓草 這樣空間又漂亮了 回來薪水應該也不錯 對 應該這個人生好像是概理想 後來我就有 有跟他們答應說 好不然這學期 抵抵抵 過國外拓草 去這邊 還有鐵歐 就教他們的幾歲 是 後來越想越不對 他們先來放不下去 你知道嗎 我覺得說不對 對他們放不下去 因為我還有很多人想要說 我還有很多 我對 算盈獄這件事 還有很多東西要探索 所以我後來想想 我覺得 我好像很不一樣 後來那當時就非常迷惘 但是在那二十歲左右 那當時我有聽林翔的歌 因為我覺得林翔 好像都在唱我的心聲 所以那當時 因為朋友的關係 我有去識到林翔 對一個小孩來說是 偶像 對 那是心 那是很特別的人生經驗 你很崇拜的人 結果有一天出現在你的生活裡面 一張好好 在你面前 我就問了 我說 強哥 你以前 你以前會知道自己要做音樂 他就說沒有了 我就聽說 我就知道我只想出兩行 我要唱歌 學電而已 所以我就去 台大紀大就來台北去找侯孝賢 我就開始這道就這樣做 我說你才會知道 這道路 你要找侯孝賢哪 何說什麼不一定要差別 你才會知道這道路 對阿 他說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有這個夏令決心 要為自己負責 為我自己人生負責 破斧沉舟 的這個決心 所以那時候我就去 這句話鼓勵到 我知道 沒有人知道未來是怎樣 沒有人知道 爸爸媽媽整個條路比較好 還是 這個 我自己想要做的比較好 沒有人知道未來是怎樣 但是未來他一直在來 康 你 你